C3超入门 如何制作一款类似Mario的游戏 第三集 哈喽你好大家好 我是钟义时钟的钟飘逸的义 在上一支影片中 我们完成了键盘的自定义按钮操作 也就是用我们自己想要的按钮 好比说A D Space 来进行角色的左右跳跃的操作 接着我们要来替主角换上合适的外观 你可以想象一般游戏不太会使用 正方形黑色的方框来当作主角的外观 所以我们要替它重新着装 我经常会听到C3入门的伙伴说 我没有美工人员可以协助绘图 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先着手绘制一些简单的图 并且套路 有照一日等你完成整个游戏之后 你就可以将这些图片当作需求规格 一次性的外包给美术人员 或者是合作伙伴 这样更能提高游戏产出的效率哦 以我个人而言 我会先用PowerPoint绘制主角 先用圆形绘制头部 选择颜色 再用三角形绘制身体 并且选择颜色 接着用圆形画出眼睛 放到头部 最后一步 则是将这三个物件群组化 好 这样就完成往右前进的外观 然后再次往左 则是复制一份 然后转个180度就可以了 接着输出PNG 可以按右键 另存图片 往右 往左 两张图片的操作都是一样的 OK 如果将来你需要把图片 交由外包人员设计 你就可以将这两张图片当作需求规格 这样子会又快又简单哦 上面是透过PowerPoint来产生图片 如果你想要用免费软体来做到 我建议你可以透过Google的简报来达成 一样是用圆形来画头 三角形画身体 再补上一颗眼睛 最后输出图片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键盘的Print Screen 来截取图片 然后再透过图片编辑软体 好比说PandaNet来进行裁切 一样可以达到你的需求 好 我们输回C3 让我们左键点两下主角 这样会进入到动画编辑器 直接点选上方的开启图片 然后选择往右的图片 重新命名动画名称为Write 这个部分等一下称设计的环节会再使用到 接着再新增一个动画 取名叫做Lift 一样将刚才往左的图片读取进来 然后以你的需求调整这个 Spring的大小 OK 让我们快速进行测试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主角图片更换的是没错 但是当你按下往左或者是往右的时候 一律都是显示往右的图片 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将这一个 往右时切换到往右的图片 以及往左时切换到往左的图片 这两个事件 透过程式设计的方式来达成 那就开始写程式吧 我们先点选EventSheet1 在keyboard的部分 往左的事件下方 按下Add Action 选择我们的主角 搜寻Animation 找到SetAnimation 这是指定设定动画 然后在左上方的Animation指定名称 我们填入Lift 相同的步骤 找到keyboard 往右的事件 指定Animation的名称是Write 这样就完成咯 接着点选上方的播放键 让我们快速测试一下结果 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主角往左的时候 就会切换成往左的动画 往右的时候 就会切换成往右的动画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 其实啊 后续还有很多切换成不同动画的步骤 都是套用相同的方式来达成 好比说跑步的时候 跳跃的时候 发射攻击性武器的时候 都是一模一样的做法 好啦 今天C3操路们 如何制作一款类似 Mario的游戏 第三集 说明就到此结束咯 感谢您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